我们下面要看的掌柜里面都是著名的名城画窦彩 那么顾名思义 什么是窦彩呢 因为它是右下的青花和右上的彩色 争取窦眼 首先要拿青花的枯料在磁台上勾轮廓 把轮廓勾出来之后照上一层透明柚 先路窑烧一千两三百度的高温 烧完之后拿出来 然后再填彩 这一次第二次烧灶不能温度过高了 要八百度左右的低温烧 这样不会把颜色烧坏 第二次烧完之后 这右下的青花和右上的这些彩色 争取窦眼 故称窦彩 互相窦圈 用那个窦着玩的窦也对 那个也叫窦彩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 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件成化窦彩 成化窦彩无大器 那么像我们看到那只罐子 天字罐 一个植物花卉的天字罐 已经是在成化窦彩中是一个巨无霸的 一个大个子了 在这个台上有两件之器 一件是有足的 一件是没有底足的 没有底足那一件 如果把它放大 像不像一个水缸 上面画的是公鸡母鸡小鸡 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就是名成化窦彩 贵妃了 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 但是又喜欢公鸡母鸡小鸡 其乐融融的景象 当年成化皇帝就命工匠做了这么一套 鸡钢杯 纯事很少 现在纯事私人博物馆手上 据统计是22只左右 2014年有一只在民间的 据说是早年邱燕之先生 在伦敦的Portobello Market 逃到的一只 在90年代就卖了400万的美金 但是到了2014年 再次在香港的打牌上出现 这只是上海的长家刘一千先生 花了2.8亿港币 最终拿到了几缸杯 在英国博物馆里 目前还有三只这样的几缸杯 一只在大英博物馆 一只在我们现在的 大英博物馆的33号馆 但是这是属于伦敦亚非学院的 大海维德基金会 还有一只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的博物馆